那今天本土案例跟昨天一樣 那不過昨天是居各轉陽的 有七位 然後今天只有三位 14例本土個案當中 高達11例都是新匡列的陽性個案 由南到北來看 高雄沙市場相關再多兩人確診 紅茶牛奶店員的女友演出陰轉陽 淘機航警相關再多一人染疫 接著最大宗就是新北設計師延伸的 房屋代銷全居案 光是職場就一口氣新增8人確診 連帶波及兩名家人染疫 令人擔心的還在後頭 代銷公司的員工 然後在2月13號下午 他們有一個協會的聚會 大概有80幾個人吃飯 那25個人唱歌 據了解該名房屋代銷員工 參與的是某宗教協會聚餐 80多人吃完飯後 其中25人在續攤唱歌 餘會者來自各行各業足跡也多 這下真的很不妙 唱歌群聚因為牽涉到人多 足跡也廣 因為他們也不是同一家人 工作的性質工作的場域各有不同 所以散開來的範圍會比較大 當然這個煉油廠他也是我們關係的 因為他的工作的不可取代性 對國家重要經濟的一個影響 陳時中點名疫情兩大案要特別注意 金定序也持續進行 高雄紅茶店員工煉油廠和鳳山家庭 全聚定序出爐都和高雄港一致 除了鳳山家庭群聚高雄沙石廠 也有不少個案經定序出爐 都和高雄港序位相關 社區隱藏傳播鏈難斷 加速疫調匡列才能避免病毒 繼續流竄 歡迎收看江波瑋黃沛寒 台報道